小明和大明一起集双人自行车 小明的座位下限的少 大明的座位下限的多 放下看这里有弹簧 是弹簧给明明们力的作用 撑起了他们俩 小明清大明重 那这根弹簧肯定用劲小 而这根用劲大 咦这根长这根短 弹簧给的力和长短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是有的 很久很久以前 一个叫胡克的家伙就研究过弹簧的性质 他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在弹簧的弹簧限度范围内 弹力与弹簧的形变量成正比 显示数学表达式是 f等于k倍的derpx 又叫胡克定律 不过这都啥意思啊 先说弹簧限度 这是一根弹簧 一拉变长了 一松手回来了 在弹簧限度内 另一根使劲拉成这样 一松回不去了 这就是超出了弹簧限度 再看这个式子 f是弹簧提供的弹力 单位是牛 这三角读做delta 意思是墨值减去初值 也就是三角后面的物理量变化了多少 而deltax就是弹簧伸长或者缩短了多少 也就是弹簧的墨状态长度减去初状态长度 单位是长度单位 是米厘米 k叫做进度系数 和弹簧的材料杂数粗细等有关 每一根弹簧都有自己的进度系数 意思则是每伸长或缩短一段距离 弹簧能提供多大的力 单位是牛每米 比如这根弹簧的进度系数是100牛每米 意思是这根弹簧伸长一米 提供100牛的力 举个例子 一根弹簧圆长10厘米 拉长到12厘米 发现弹簧的拉力为4牛 那进度系数是 分析一下 这是弹簧弹力4牛 原长10厘米 现在12厘米 拉长了2厘米 简单除一下 可得到每拉长1厘米 弹簧就提供了2牛的弹力 那么要是弹簧拉到了15厘米 它能提供多大的拉力呢 Easy 1厘米2牛 15厘米的弹簧 伸长了5厘米 当然就提供了10牛的拉力 不过要注意的是 拉成这样 公式可就不管用了 不能超过弹性限度的 那来考考你 小胖子拿了根弹簧 他发现拉成16厘米时 弹簧拉力16牛 拉得更长点 到20厘米 弹簧的拉力 变成了12牛 那么弹簧原长是多少呢 球杀射杀 原长设为L0 第一次伸长了16-L0 第二次伸长了20-L0 利用公式 第一个拉力就等于K乘以D1 第二个等于K乘以D2 盖入两个拉力和伸长量 得到一个二元二次方程组 可轻松解得弹簧原长L0是12厘米 而每伸长一厘米 弹簧的弹力是1.5牛 总结一下 弹簧提供的拉力 和它伸长的长度成正比 即这样的公式 无刻定律 但是要注意 弹簧不能超过弹性限度 要是知道了进度系数和伸长量 你得会计算盘力的大小 你学会了吗 呵呵